怎么在冒烟啊 这个 这么冒烟 啥情况 现在天气变冷了 然后呢 这两天就是来现场里面 等心仪待产 然后就买这个 茶几 这个茶几是那种带一种 就勤暖的 因为就是这种稍微比较便宜一点 这里都有一两千块钱这样的 空调的话太贵了 现在没钱买空调就买这个茶几 方便一点 方便这两天用完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柜子这个天明太冷的 然后这个是刚送到的 京东送过上门的 这个不身高的话有54厘米左右 然后身高的话也有72厘米左右 两个现在不要玩了 等我弄好了 过来 这里都找不到 之前早期的时候早就叫小爷买这个了 不听我的 以前现在又多了一个茶几 反正以前是想买 心仪是想说买这个 但是我说买这个不实用 然后现在天气冷就知道了 而且这个就是那种 耗地比较 耗地没那么高 别的空调那些 别的那些就是 小龙的洗脑一下 那个耗地肯定会低一点 应该会低一点 这上面这里可以 晒一些小袜子啊 小衣服之类的 然后这有四个脚 这个四个脚都是可以 起火的 然后下面这里呢 下面这里啊 有这种就有那种 勤劳的那种作用 这种 然后特意买这种 有些这个是平的 是抬 看能不能抬得动 可以吧 要抬过来吧 小型一点 重的话就放下来 看能不能抬得动 亲爱的 对一人一边 有了 好嘞 嘿嘿嘿嘿 打听了 我妈咋了 嘿嘿嘿 嘿嘿 这么多 很痛 嘿嘿 这边一点 反过来 刚刚好 就这样 这边 刚刚好 这边靠一点 来 来 刚刚开始 感觉还挺好看的 黑白搭配 下层 下层就是下面的 下面也是可以发热的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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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有点臭 怎么没冒烟了 不知道 怎么没冒烟了 你看这里 我也看到了 怎么在冒烟 这个 你看 在冒烟 刚刚问了客户 他说 他说发热体上面有一层蜡 冒烟是属于正常现象 他就说 那个蜡烧完之后就没有了 吓我一跳 一开机就冒烟 我以为化掉了 我以为是化机器了 按一次吗 我好像要按久一点 他怎么组上一边 怎么组上一边 这边一直没上 这边一直没上 这边怎么这么高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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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怎么这么想 啥情况 我来问一下客户 我先等师傅过来看 他说那个升降器 好像那两边 那个升降器脱落了 咋的 等了一天了 师傅没给我打电话 然后自己来维修了 你会吗 刚才问客户 他说可以自己动手弄一下 那我就自己动手弄一下呗 但是这边不上升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 好像这个锡子 就里面有那个背胶 掉到粘了这根传重轴里面了 然后这里上升 然后再打脚 把这个都扯出来了 现在我把这个又曾经粘上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客户说他这根传动轴容易掉 但是我看没掉 应该就是这个胶水粘到这个上面了 然后他给打脚 打脚就算不了 现在这个修不好了 要等客户 他说那个齿轮打滑了 要等客户送过来吗 嗯 要等到发零件过来配 今天刚拆了新机器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大件 这个大件啊呀 你想退的话也不好退 哎 老伙 算了吧 等到发零件过来换一下吧 这个 需要站时间 这样的用就有点矮 这样使用就有点矮 没 在接手看看 不至于